第五百四十一集 古武与圣者在一旁听到三位至尊近乎男人自语般的对话 心中震动非常啊 尽管知道三大至尊可能极为看重风云无尽 但也没有想到居然这般的看重 他走的路完全不同于我们 如果我们之中真有人能成为主神的话 那也只有他了 玄武至尊淡然道 三明至尊的语气平平淡淡 听不出半点波澜 但古武圣者迎获却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 三明至尊表面上似乎在讨论着一件事 但实际上似乎正在讨论着另外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但每个人偏偏都能感受得到 三大至尊讨论的就是这件事 周人不知道的是 太古的命运就在这一刻 在三位至尊风轻雨淡的几句 看似普通的交流之中改变了 圣者 虎 无忌 就交由你们照料了 现在倒需要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白虎之尊站起身来 审判 朱雀与玄武也站起身来 不敢有劳之尊 走吧 白虎之尊身形一闪 便化为一道惊天白虹向着西方的天空破空而去 朱雀 该走了 看到一旁的朱雀 依旧出神地望着剑阁上 细心替风云无际插拭嘴角的凤飞 至尊玄武回过头来 提醒道 朱雀至尊呆了呆 终于回过神来 眼中流露过一丝黯然的神色 随后一脸见一道 走吧 圣山之巅 光影一闪 朱雀玄武二人相继化红破空而去 魔戒与太古的交界处 一圈圈巨大的涟漪从虚空之中战换出来 那一圈圈涟漪中心 一只巨大的白虎咆哮一声 从虚空之中射出 笔直地在阴暗的魔戒大地上 划出了一道白虹 那道白虹所过之处 大地上密密麻麻的妖魔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便化为了飞灰影 一声轻悦的凤蹄 朱雀圣兽破空而出 优雅的身躯从容地掠过魔戒大地上空 随后 魔戒东方的天空转化为一片火红 熊熊的火光将魔戒的东方 化为一片红莲夜火之地 与朱雀相隔数十万里地方 当一只巨大的玄武圣兽 裹着滔滔的壁水 从地平线下涌出时 整个大地上的妖魔都站立了 四大至尊攻入魔戒了 太古人族攻入魔戒了 快逃啊 在三只圣兽的中央地带 一鸣鸣独行客般的神后高手 凭空出现在魔戒的大地上空 他们浑身裹着宽大的黑袍 浑身散发出一载不化的寒冰般气息 手中或持一刀 或执一剑 或者空手 也不发一语 只是每次出现在妖魔大军中央时候 便会闪电般地举起一只手 随后一片领域光滑 便在妖魔的大军之中绽放开来 一个又一个 妖魔们没有想到 来自太古人族的反攻 是如此的剧烈 如此的快捷 很多妖魔还在怀疑 第十四主神 在太古战败的消息 真实性的时候 由太古四大至尊 带领了太古人族大军 便已杀入到了魔戒 没有宣言 也没有任何的行动说明 有的只有残酷无声的霸道行径 来自太古的大军 似是一只无形的杀戮机器 如潮水一般向着魔戒的中央地带 无声无息地推进 其事不可阻挡 没有多少妖魔留意到 太古的大军之中 并没有多少普通的太古高手 也没有青龙胜兽 在太古大军势如破竹 完全压倒性的攻势下 妖魔们脑海中 只来得及闪过一个念头 逃 大火在魔戒的东方熊熊地燃烧 日夜不昔眼 三大胜兽所过之处 留下遍地的尸骸 许多妖魔根本逃避不及 纷纷被圣兽胜利振臂 广阔的空间中 一道道强大的神石遍布 功力达到神后之后 根本就不受到魔戒未面的影响 一鸣鸣来自太古的神后高手 悬浮在虚空之中 他们的神石如同最细小的鱼网 撒遍了魔戒东方 他们意识冷酷而平静 动作残酷而果掘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神后高手们 被分成两批 一批随同至尊 进攻魔戒 而另一批 就如同他们一般 捕杀所有的漏网之鱼 以确保三大胜兽所过之处 再不留下任何的魔戒生灵 整个魔戒都震动了 所有的势力都为太古之一 反常的主动进攻而震慑 强如堕落之王卢西法 也赶紧收回了堕落天使军团的 驻地范围 堕落天使们原本分布的范围 由浩浩的魔戒东南收缩到了一团 紧紧地与中央魔戒相连 若不是众魔殿 移动所消耗的能力太过巨大 卢西法只怕还会将堕落天使军团的势力 往后推移 强如堕落之王的卢西法 面对三大之尊的联手攻势 都只能归缩于众魔殿内 不敢恋战 就更别提其他妖魔了 各个军团不断地向魔戒腹地收缩 尽量靠向第十四主神所在的西北魔戒 在魔戒呀 人类便是弱小与实物的代名词 妖魔们没有想到 当这个种族发怒的时候 它们的力量会如此地惊人 整个魔戒都窒息了 而在西北魔戒 浓浓的魔物之中 一幢顶天立地的巨大魔影 远远地观望着远处的战斗 根本没有介入的意思 在无数妖魔 期待着第十四主神 击退太古人族进攻的时候 第十四主神的反应 让传言终于得到了证实 第十四主神 确实在太古战败了 魔戒 魔心惶惶 就在三大至尊 率领大量神后高手攻入魔戒 以其迷惑魔戒耳目的时候 黑暗的宇宙一角 暗机古德 举举而行 那张英俊的脸孔上 如今已经为种种忧虑的神色所代替 那两撇时不时皱起的长眉 清晰地表达了这位昔日魔戒的天才 此刻埋残在心中的满腹愁畜 离开魔祖吃油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凭借着魔祖的部下 以及他的名声 暗机古德 果然在浩浩宇宙之中 暂时时间内聚集了一支部队 只是不论军队的规模与质量 都远远不足以 让暗机古德满意 自从迪斯玛森 以萨加结合体的黄 于虚空之中 带领着如庞大宇宙流浪恶魔们 组成的关暗国度大军 穿越层层虚空 降临到魔界后 宇宙虚空中的流浪恶魔们 便大大的减少了 而且 当强大的黄 所率领的宇宙恶魔 在魔界卫面 大量被消灭的消息 传到黑暗宇宙虚空之时 暗机古德再想召集一支 足以媲美光暗国度大军的力量 已经是难上加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尽管有魔祖旧部帮助 但宇宙流浪恶魔们 却远远地躲到了 亿万个未面深处 他们似乎不愿意 再加入到残酷的 魔界战争之中 这让暗机古德痛苦不已 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如何能在魔界战里脚跟呢 而且 只要一想到安德烈 背后以密法训练的那支 九幽大军 暗机古德的心中 便一阵发寒 就算自己召集到 再多的宇宙流浪恶魔 就算他们全部 都由恶魔灵主组成 恐怕 也很难与安德烈背后那支 近乎源源不断的 九幽大军相比 如果能得到 魔祖毁天灭地 打魔功就好了 恍然之中 暗机古德突然抬起头来 垂于身侧的右手 死死地掐紧 发出了 琵琶的声音 把灵魂一分为九 融入到九星之中 借用九星 那磅礴超越 神魔想象的星力 达到不死不灭的境界 这是多么令人疯狂的事情 暗机古德的两颗毛子 在漆黑的夜空之中 散发出疯狂的光芒 然而这种光芒 很快就暗淡了下去 魔祖又怎么可能将 这种顶级的功法 传给自己呢 他能救下自己 已经是很出乎意料的了 暗机古德 有些傲丧地 再次垂下头绪 黑暗中 一颗颗形状怪异的陨石 在这片虚空中 划着一个又一个 完美的弧线 若在九星连珠之前 这颗陨石 便是天空中 那一颗颗闪亮的星辰 而如今呢 它只能在黑暗之中 默默地运转着 暗机古德脚下一滑 便如天马一般 划破了层层虚空 落在不远处 一颗流经的陨石上 脚尖轻轻一点 暗机古德 便再次腾空而去 向着远处飞掠 已经很久没有去魔界了 暗机古德原本的计划 是提前进入魔界 探查一下 血腥双军王之间的 战争情况 处在宇宙虚空之中 最大的劣势 便是难以及时地 获得魔界的消息 暗机古德 最后得知的消息是 双军王的战争 已经进行到关键时刻 对于第十四主神 横空出世的消息 早已经由流浪恶魔之口 传遍了虚空 正是这个消息 让暗机古德 从黑暗之中 看到了希望 不过奇怪的是 暗机古德如今的路线 却并不是通往魔界 位面的方向 在行道前往 魔界路径的一半 冥冥之中 有一种奇怪的呼唤感 将暗机古德 牵引到了这里 这处极为偏僻的 宇宙虚空之中 应该是这个方向 打亮一眼 这片黑暗的虚空 暗机古德 确认了一下方向 再次向前飘去 脑海之中 那种呼唤感 越来越强烈了 暗机古德可以感觉到 这个将它 从魔界方向 拉以这个偏僻角落的 呼唤源头 已经不远了 就这般华贵 一个个陨石上空 也不知过了多久 终于 一个极度虚弱 随时都可能 会逝去的声音 在暗机古德的 脑海之中响起 暗机古德 本座 等你好久了 暗机古德脑海之中 一阵的巨响 一是海中 嗡的一下轰鸣 脚下豁然一指 暗机古德悬在一块 漆黑的陨石上空 失声惊呼道 安德烈 尽管那个声音 比暗机古德印象中 二皇子安德烈的声音 苍老了许多 声音之中 甚至还带着一种 风中缠竹般的漏风声 但是那种极度虚弱之中 依旧透露出兴奋 与神经质 却是暗机古德印象中 二皇子安德烈 一般无二 浩浩的虚空之中 一片黑暗 只有陨石从黑暗之中 穿行而过的声音 暗机古德的目光 扫过整片星域 但并没有发现 任何妖魔的踪迹 然而很快 暗机古德 便将目光锁定在一块 孤悬在天边 却一动不动的陨石上方 似乎感觉到了 暗机古德的目光 那块陨石 咕噜噜地转动着 翻了过来 随着那块圆盘形陨石翻转 陨石周围 摆杖范围内的虚空 也似活过来一般 在暗机古德震惊的目光中 那摆杖范围内的虚空 突然咔嚓嚓地断裂开来 一条条猪网般的巨大虚空裂缝 从那陨石周围 向着四方延展开去 陨石的另一面 一个人形大张的身体 像一只猪王 诱捕着飞蛾一般 站在这块 坍塌的虚空中央 印象中 英俊邪义 霸道狠毒的形象 已经完全从 二皇子安德烈身上 找不到了 此刻出现在 暗机古德面前 却是一个头发碰乱 脸上皱纹横生 全身血肉模糊 绝大部分地方 都是只有一些 连着几丝血肉骨骼的人形 妖魔的恢复能力 本是惊人的 贵为顶级妖魔 其肉体自愈能力 更是惊人 然而 暗机古德却发现 安德烈血肉模糊的骨骼上 每当有一丝 新的血肉长出 有重新 生长成型的迹象时 很快 这些肌肉 又都会自行撕裂 崩溃 每一丝裂开的肌肉下 都会有一丝丝黑物涌出 似乎 那便是看似 弱小的黑物 在阻止着 安德烈的自愈 不止如此 暗机古德站在远处 更产生一种 邪义的感觉 将安德烈身舟 摆张范围内的虚空 就像是一颗 跳动的心脏一般 不断地搏动着 空间 自动弥合的能力 使得这空间裂缝 向着弥合的趋势变化 然而 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却不断 将这片 弥合开来的虚空破开 从而使得这片虚空 不断地 在弥合与坍塌之间变换 安德烈 你怎么会在这里 最初的震惊过后 一丝警惕之心 很快在暗吉古德心中滋生 停下脚步 暗吉古德 远远地看着安德烈说道 我 远处 将在陨石里的安德烈 缓缓地抬起头来 碰乱的头发下 一双阴质的眼睛 看向了暗吉古德 狠狠地投影一瞥 随后剧烈地咳嗽 又使得他 不由地低下头去 在他咳嗽的时候 从他的咽喉 骨缝 以及撕裂的肌肉里 不断地溢出 一丝丝诡异的黑物 安德烈骨骼上 灵星挂着一丝丝肌肉 一沾染上 这些邪意的黑物 便立刻像火烧一般 迅速地枯萎下去 安吉古德 你还在怀疑吗 以我的能力 用得着顾步一阵 来设计你吗 安吉古德文言 却没有任何一丝放松 尽管安德烈的灵魂 明显越来越虚弱 但安吉古德 却丝毫不敢大意 尽管虚伪可能不及卢西法 安德烈之流 但安吉古德的见识 却依旧在 微定神 安吉古德便发现 在安德烈的体内 赫然存在着一股 令人害人色变的毁灭力量 正是这股强大的毁灭力量 彻底破坏了安德烈强大的恢复力 刀劲 那是一股刀劲 安德烈身周百丈内 不断塌陷 有不断弥合的空间 让安吉古德隐隐看到 那霸道张狂一刀的一脚 安吉古德的眉角 跳动了几下 萌萌之中 从那股刀意中 他感受到一股无坚不摧 毁灭天地的意志 那股意志 让他心害不已 恍惚之中 安吉古德仿佛看到一刀 破开虚空 以开天辟地之势 轰击在安德烈的身上 放眼还语 能伤到安德烈的人 屈指可数 能把他逼到这个地步的 更是少之又少 在魔界 唯一的人选 只有 不可能啊 安吉古德叫道 没错 就是他 安德烈狠声道 本座没有想到 他居然藏得这般深 他居然修习了 如此霸道绝伦的魔功 结魔道 果然厉害 哈哈哈哈 安德烈的眼眸中 突然放射出 炽热的光芒 浑身透露出一种 激进癫狂的神经质 远远地看着 安吉古德叫道 安吉古德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刷 安吉古德想也不想 脚下一点 便划为一道流影 向后倒舍出数千丈 直到发现 安德烈并没有异动 这才停了下来 哼 你在担心 我得舍你的躯体 安德烈似乎看穿了 安吉古德的心思 魔界的大魔头 并不缺乏一些秘法 夺舍换区 虽然知道的人少 但并不是没有 至少 如果安德烈 能透过某种玄妙的呼唤感 将自己引到这偏僻的宇宙角落 就足以让安吉古德 对他大起戒心 更何况 两人之间可没什么交情 最令安吉古德多疑的是 安德烈身上所中的刀劲 明显是对方发出刀招的残劲 但仅仅是这种可怕的残劲 安吉古德也自问 一旦中招的话 全部生机必然灭绝 绝不可能像安德烈一般 持续这般长的时间 安吉古德清楚地感知到 在安德烈虚弱的外表下 分明潜藏着另一股 强大而悬疑的力量 正是这股力量 屡屡将安德烈的灵魂 一次次由将崩溃的边缘 给拉了回来 我不可能相信你 定了定神 安吉古德直截了当地 拒绝了安德烈的提议 告诉我 在我脑海中 召唤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你对我动了什么手脚 安吉古德原本 根本就没期望 能从安德烈身上得到答案 但安德烈的反应 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安德烈大笑着 仰起头 丑陋的脸孔上 挤出一个笑容 我知道你是一个多疑的假话 安吉古德 你看看这个 安德烈说着 突然仰起脖子 在他碰乱的头发后 一棚挥舞 从虚空之中涌了出来 随后 一纸布满了裂痕的契约 突然出现在虚空之中 啊 安吉古德心中一跳 终于明白 为什么安德烈 中了如此霸道绝伦的攻击之后 居然还能苟延缠喘 至今的原因了 那股维系安德烈的灵魂 使其残破躯体 不至于瞬间毁灭的力量根源 正是安德烈灵魂中浮现的这一纸契约 这纸契约虽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几近于崩溃 但契约的效力依旧还在 如果本尊在这里的话 一定会很感兴趣地发现 正是安德烈在九幽 与众九幽魔神签订的这纸灵魂契约 跨越层层虚空 从众九幽魔神之间 抽取的一丝丝能量 修补着安德烈身上 毁灭性的创伤